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一个动如脱兔 一个静如厨子 哪里有文艺 哪里就有我 十几年求学路上 他们一路领先 却为何突然在冲刺阶段停滞不前 踩下去会怎样不知道 还不如不踩 一几年要等你是高中生 我觉得应该就是 出师就不虑了 今天 他们能否在构时上的舞台上 找准方向 赢得喝彩 三 二 一 我要在毕业季绽放 构时尚与您一起见证 时尚重塑自我 自信改变人生 新一期的构时尚 欢迎您的收看 我是高博 大家好 我是张静 首先给您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各位嘉宾 经理专家 青衣 欢迎 造型专家 老黑 欢迎 时尚专家 史燕 欢迎 欢迎三位 辛苦了 辛苦了 说说主题吧 又到了一年的毕业季啊 这个高校的学生们要走向社会 绝对是机遇 但更是绝对的挑战啊 没错 无论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 要想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 肯定要经过面试这个环节 但如何在众多的应聘者当中脱颖而出呢 今天的构式上将会为你最大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到他们两位选手 一位各位做一个简介 本场上场第一位选手 她叫安燕燕 今年23岁 研究生在读 今天的二号选手呢 叫黄婉迪 今年25岁 目前呢也是学生 他俩都挺厉害的 他俩都在学生会有所作为啊 但是 程如刚才所讲 你要找工作的时候 是很大的机会 但也是更是大的挑战 没错 来吧 我们先通过短片 走进这二位学生们的世界 我叫安燕燕 哪里有文艺 哪里就有我 师妹 你大一的吗 你才大一的呢 接延一的 年轻真好 用背单词 不用考验 不用考过这 我已经考过了好吗 逗玩了 这样的误解 对安燕燕来说 早已经习以为常了 有时候为了避免尴尬 他会一个人待在宿舍 隐匿未章 奋笔极树 写这么多了 别写了 休息会儿呗 哦 知道了 哎 今天车挺好的 咱俩出去走走的 哎 不错 哎 燕子跟我们一起去吧 哦 不去了 同在一个屋檐下 社友们经常调猪弄粉 光彩照人 而安燕燕却穿着幼稚 毫无新意 这次报名构实上 他希望自己能够成熟起来 走出校门 我就真的一个人了 从此以后 我要用成熟来保护自己 武装自己 我要长大了 风筒环节 我们正式开始 安燕燕 您好 您好 吴老婆好 来吧 燕子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二位 这个加了两个小便 特漂亮的美女 叫任莉莉 是我的特别好的同学 然后这个呢 常发生号的美女 叫比进杰 也是我特别好的一个闺蜜 来吧 我们打开盒子 看看准备了什么东西 同装 真是 你看同装 那解释一下 这一定是她的衣服 来 刚开始看到这件衣服之后 想买一件M号的 但是那家店没有 只有L号 他就跑遍了西安所有的店 非这款是不买的 对 然后最后还是没有找到M号的 就买了这款 这件L号 喜欢到什么程度 他是也是有一次穿这个衣服 然后背着双肩包 去另外一次的学校去找一个同学 然后就在校园里坐着 就等那位同学 然后就坐了很久 就那个学校的男同学也坐旁边 就开始慢慢聊起来了 感觉有浪漫的事情要发生了 继续 然后后来就慢慢的想留个电话 留个联系方式 然后我们家问 你大几的 我大二的 然后他就特别不好意思说 我研究生了 男的都懵了 这是大了大了大大大大学姐 我觉得他平时就是比较喜欢这类的衣服 然后但是我觉得他的性格就是有的时候太过独立了一点 我们下课回来就会发现 他怎么不在寝室 然后过上一会儿 他就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进来了 就会问他说你去哪了呀 他就说去逛街了 然后就问跟谁去的呀 依儿 对 他就比较享受一个人的那种过程 所以在这方面也可以更加外向一点 更加合群一点 好 谢谢 就是喜欢嫩色是吗 对 就喜欢粉色 喜欢这种天蓝色 因为觉得穿着嫌小嘛 嫌小 对 有的时候嫌小的是好事 有的时候嫌小呢 就不大是好事了 他反而容易耽误事 给讲一讲 是这样的 就是我当时是刚上大学嘛 就是加入各种各样的社团呀组织呀 然后我就报名参加了一个社团 就是组织这种 那是什么步呢 就是校学生会文艺步 文艺步 对 文艺步 又进去了 当时因为上大一嘛 就是还很单纯很幼稚 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当时又穿了一粉色的毛衣 穿了一叶就是运动 就是运动的那种感觉的裤子 然后穿了一双三步鞋 就背了双肩包就去了 然后因为面试有很多师兄师姐在里面坐嘛 所以双肩包肯定背不进去 还能稍微显一点 不是那么开小 然后就进去了之后 然后就就面试完了嘛 面试完了最后就是结果就是通知我说 你有没有录取吗 因为我宿舍刚好一个同学也进这一步 所以他们有活动我就知道了 然后我就去给他们帮忙 抬桌子啊 或者是他们贴海报什么的 然后刚好有一次 然后我们要那个写新闻稿 然后我就就自告通 你们说我来吧 然后我写 后来我就写了这篇新闻稿 那时候就觉得特满意 然后你就是也觉得特好 然后就说那行 那要不你就加入我们 然后我就进了这个步了 所以后来就是每次 大家分桌上的就老强说 我就有点这个什么 问他 当初为什么没过呢 对 我说你怎么就不要我呢 看我这么好的小女孩 怎么不要我呢 然后他就说 我当时看你太小了 我觉得完全就是高中生的形象 你再说你记得他能够也不合适 然后我一想 原来问题是出在这儿了 这才明了啊 对对对 这才知道 原来这么回事 可是后来为什么又自己退出文艺部呢 因为文艺部这个部门 就大家知道 就很多美艺嘛 然后大家都打风特别特别漂亮 然后呢 就那会儿大家也会怎么倒是 然后所有状态都是粉色的衣服 然后要不就是翻步 你还一粉到底 对 反正饭碗到手了 对 我就粉 你能帮我怎么样 然后就小废花 然后要不就 但是跟这个童舞的人相比 人家就显得又纯熟又时尚 又感觉很有气质 对对很时尚 然后后来就觉得 还是有点压力有点大嘛 就觉得在这儿 就除了英自己 除了能写之外 其他其实还没有什么特徴 然后觉得 哎行 那要不就 就别在这儿干了 因为我当时是还参加了一个团体 或者是叫组织 就是一个志愿者协会类型的组织 他说你在那一摊事 你干得风生水起 你还荣升团长 和副团长 对对对对 你不好意思 这是业绩 对对对 是因为我比较喜欢 所以把自己很多精力 但是在另外一个团体 志愿者这个团体当中就没有那样 大家也应该画质招展的样子 大家都基本上 我们每次做活动 大家基本上都穿的是自己设计的那种衫 一只闪光画伤 所以每次都可以这样穿 所以就 有功 对对对对对 就规避的那个问题了 对对对是是是 狡猾得很 浩猾得很 不存在这种情况 对 那你现在想做的是 目前站立 就是想做心理咨询师 心理咨询师 对对对对 好我们这儿有轻音 是轻音那个角色的吗 应该算是女神 女神 对 你现在的研究生嘛 你一定会经历 你一定会经历 大三大四那样找工作 对对是是是 面试好像也不是一帆风筝 对是 大学期间我会就兼职 因为我比较一跟小孩喜欢打交道 所以我就当时去面试了一家那个培训机构 多大小孩 就是高中 那就不叫小孩了 他们比我们还成熟 然后我去那儿面试的时候 我当时就没有那个意识 说我应该今天是以老师的身边 你是一直没这个意识 我发现 学生会你都没这个意识 现在我当时发现 我都没那个意识 对我没 然后我就穿了一 这一回是换成了红色的衣服 祝贺你 有进步 对 也跟小龙差不多 就比红龙深一表 好吧 然后我就推他门进去 然后人家说 同学 你是想报我们哪个科呢 你是文科还是理科的 我当时不知道他这个什么意思 我就说 我还当时看那种 我说我是文科的 然后他说 你是想学那个政治 文科哪个方面 政治地理呢 还是历史 然后我当时就懵了 我说 我是今天来应聘的 然后他就特别吃惊 然后他说 你是应聘的 然后他说 我有什么经验 人家就说 就听了之后 说 那行 要不你试试 你试试 试讲一下 我们看看效果 说行 那我就试讲一下 然后我就给那两个小孩试讲 然后小孩出来给老师说 因为要反馈嘛 填表 然后小孩填了之后 就觉得说 你老师还不错 私度很精心 是 对 学生反馈还不错 对对 学生反馈还不错 然后结果呢 然后老师呢 就看了一下 然后看了看我 然后说 行 这个 要不你回去 等我们通知吧 后来就没有我再打电话 那等于这回的失礼 你自己总结 也是与着装和气质有关系 对对 因为技术人家问 你是高精生 我觉得应该就是 出师就不利了 对 出师不利了 你们知道 他有这样的经历吗 知道 就比如说 他刚才说 应聘那个兼职的 之后 他去 就写简历 应聘 他都会提前打电话 问说 你们这个工作 需要穿正装吗 对 起码得那么明白 面试的时候 我穿什么 对 所以他就很希望 就是以后的工作 就直接找一个 穿正装的 是不是很方便 倒也省事 对 就这样 那在你心里 会不会有 好多时候有不甘的地方 因为明明 你自信自己有能力 在面对一些机会的时候 你的能力是达到的 对 但总是因为外赛 令你吃亏 令你跟他擦肩而过 最要命的就是 很可能 你将来的这个志愿的实现 你现在的着装和气质 也是一个绊脚石 这就是大问题 是 所以 会不会心有不甘呢 对 肯定有嘛 就每次都是 都是这种感觉 就是觉得不好 然后觉得自己需要改变 但是也不知道 怎么样 怎么样去能更好 所以就来了狗事上 所以我来到狗事上 没关系 我们会有合适的力道 帮助到你 我们先是从心理层面来打开 对 好不好 来吧 请 有没有注意到 你跟高伯说话的时候 你对语速特别快 语速之所以快 是因为你心里慌 你的慌呢 或许是因为 对做女人 成为女人 这个角色 心里没底 也或者是 你只有语速那么快 显得那么 方方张张的 这种情况下 你就不太注意 别人是怎么看你的 因为你太忙了 你的话 都把整个空间都充满了 你都没有时间静下来去观察 别人怎么看你 别人怎么想你 对不对 把你松脉下来 完全地接纳自己 而且学会承受 别人对你的不满 挑剔 抱怨 攻击 妒忌 要告诉自己 那是正常的 当你能承受这一切的时候 毕竟你告诉自己说 我不需要所有人都喜欢我 我不需要所有人都说 我是最棒的 我只需要认可 我自己就足够了 当你有了这个心态 你就能静下来了 你就真的长大了 加油 谢谢轻音 来把视线重回这件衣服 要不要飞走它呢 决定全在你自己 副团长 想一想 其实这件衣服真的 我记得我当时穿 去年夏天买的吧 当时真的是穿着高跟鞋 跑边往西洋所有的地方 还这么挺舍不得的 然后 但是 扔掉吧 因为我总得要长大 除了把这个小裙子飞掉 还有什么东西 自己身上 也应该让它随风而去 这边去 不仅飞掉这件衣服 更要飞掉的是 我觉得 首先我应该 你会变得更加和平一些 跟大家多多接触一些 这样可能 我能从别人身上 学到很多 很多很多东西 不至于在 永远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总觉得自己很正确 其次呢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 我希望能够扔掉这件衣服 同时也能扔掉 我的一些心理上的不自信和胆怯 来吧 我们飞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三 二 一 好的 接下来呢 要进入时尚任务了 其实每到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选手内心都非常的坦克 但是呢 完成任务之后 发现自己原来有不一样的一面 那么今天我们的选手 安艳艳的任务是什么呢 美威来 我来 艳艳你好 你的任务其实有点难 不知道你能完成得怎么样 就是会给你安排 一堆陌生人 这一堆的大概是有六到七个人 你来给他们排练一期节目 就是让你锻炼一下 跟人共同的能力 试试看 加油 我要是没接错的话 你之前是在学校的文艺部里 担任过干部是吧 是 那应该组织过这种类似的活动吧 是组织过 但是我觉得 不管是熟悉的同情或者朋友 我觉得跟陌生人 还真的有一点点能力 有一点点难受 对对对 但是别忘了 你最终想做的是心理咨询师 对吗 心理咨询师可能最重要的就是沟通了 对对 相信你们完全好的 好不好 加油 祝你好 加油 出发吧 阳春不得则 万物升光辉 接到任务的安燕燕如沐春风 自信满满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高峰能力特别好的人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什么特长 唯独最大的特长就是我很会说 我能说会到 大家好 今天我们有一个任务 就是给大家谈恋一个节目 大家先看这里面会有很多角色 比如说有唱歌的 有就是跳舞的 或者说你觉得自己朗诵特别好的 大家先挑 同学忙的问题 您说 就是我们凭水相关 但是你还没有自我介绍 可能对你们了解 先去不好意思 因为着急给大家介绍这个任务 就把这释放了 没想到刚见面 就有人给安燕燕来了一个下马威 看来还真不能轻视这七朵 穿着靓地 打扮入食的金花人 就是为了表现毕业 咱们可能就最后选 就要第一个那个情景来演做 就你不可能 弄短时间把这都演 是这样的 咱们先还是先一整个为主吧 好吗 我们都会跳舞 为什么不让我们跳舞 不是 今天是我来给大家拍节目 我是导演 咱们在这里面吧 选一个 选一幕吧 四幕吧 好吧 是这样的 现在已经浓缩到这一个小的片段 都没有体现到我们自己的特效 你们在老宋呀 老宋 我们也不喜欢老宋 我们喜欢舞蹈 我们就选跳舞 行 等咱们这个任务完成了 一会儿他们跳 我把音乐都准备好了 好吗 因为是今天 我本来第三幕 是给大家排了一个舞蹈的 那咱们刚才说了时间 时间的演员 第三幕吧 就第三幕 不要排第四 第三幕 时间是第三幕 你就是排五段 时间的 那个我们就走了 那不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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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必须得听我的 那你们这些意见我采了 你们必须得听我的 听我的 这个得听我的 安艳艳态度明确 绝不妥协 而对方也一直 不肯做出让步 两个小时过去了 事情没有丝毫的进展 咱们就把这一次排练 弄到最后一次 好吗 就一人一句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一人一句 看到剧 断剧就啥了 是的 是 我说不了了 对你读得好啊 这哪叫老宋啊 老宋不就是有感情吗 停停停 停一下 停一下 没有那么多的 我真的都不用了 没有一点感情 我觉得 停一下 停一下 你 行 OK 我知道了 行 那你愿不愿 跟她们换个位置 不是 你换也没用 她到 她每一句 她都必须语调 待会就只通稿嘛 这样时间马上到了 然后 我就不排了 因为我真的 又会接孩子 哎呀 我刚才 刚才跟大家说了 现在 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 牵一发 而动全身 见有人退出 其他人 已陆续离场 只剩下 安燕燕 一个人 暗自神伤 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在 就是可能 怎么说 就是可能我 因为我事先 没有去了解她们 所以就是 他们每个人 比如说有什么优点 或者缺点之类的 我都不知道 或者特长 特别是特长 因为排列的这种文艺节目 必须要有特长 我没有去了解到她们 所以我根据自己的想法 我编了这样的一个稿子 然后 就是状况连连背 他们就觉得 可能不太符合 他们的一个状态 或者说特长吧 你的任务 虽然是完成的失败了 但是这次失败 对你来讲 才是一次真正的成功 是一个成功的教训 好好想想 什么是柔软 只有你真正能够柔软下来 你才能真正有智慧 才能够处理 很多很多 杂乱无章的局面 也才能真的变强大 柔软才是变强大 加油 事先做了很多的 很充分的准备 但是你的准备工作 好像只是做给了你自己 先去做自己的功课很重要 但是去临时调整 验通 找到适合每个人 其他人更愿意的方法 也许对你来说更重要 学校跟职场是两个世界 可能在学校学习 好东西特别的多 不见得在职场 就是很好的成绩 我是希望您更多的去了解 更多的专业跟职业 不同的环境下 来去了解自己喜欢和不喜欢的 我觉得这是个完善 自我的一个过程 谢谢老师 接下来要邀请我们各位专家 给燕燕发布一下 到底什么样的着装适合她 来扫描环节 我们来看看安燕燕 的扫描结果 燕燕我觉得小腿 和腰和氛围 都稍微宽大了一些 那个燕燕这个脸型 方中再圆的一个形 中间是大圆脸 有很多棱角 这个蝴蝶结一下子 就让你的职场感 减少了很多 我是觉得 这种褴蝶来扎的时候 它属性于这种场合 所以我觉得发型也特别直观的重要 首先你不能剪一个这样的奇耳的短发 你也不适合横向的修饰自己的发型 一定是纵向的 头顶就一定要饱满 我特想给你尝试一下 波斯米亚的风格 我觉得特别有朝阳的那种气质 在这个季节给你介绍一个轻松的一个妆容 首先就是薄薄的粉底 第二就是一个很好看的腮红 一个是粉色 一个是橘色的 都是满色系的 最重要就是 一定要有个贴甲睫毛 这个眼神和修饰特别的重要 我也挺期待愿意有一个最后的一个变化 谢谢老菲老师热情洋溢的分享 谢谢 接下来呢 史燕老师在服装方面有什么样的意见给出呢 有请 今天啊 我就教你两招 在未来的这个职场中啊 靠这两个法宝 去打造出来你自己的职场风格 第一个 小套装 它有几个要素啊 第一 一定是修身的 然后有小的荷叶颠 然后有一个小小的半裙 类似这样的小套装 它有几个好处啊 第一 腰线高 可以让你自己呢 身材比例一下子就显得很好 第二 整个颜色是统一的 可以让你一下子减去了这个 非常多的搭配烦恼 像这样玩太复杂的东西 都不需要你在职场上面 最简单的搭配方法 非常有说服力 第二个法宝 衬衫领 衬衫领 是可以让你在职场上面 注立一个职业形象 和非常重要的元素 可以是这样的 学仿运花的衬衫 也可以是单色的衬衫 你的领子可以像 铺片中间的模特这样 从下一只系到低立扣 然后显得非常的庄重 你在配下装的时候 可以去配这样的 小半裙 是收身的 也可以是三百的 小三百其实是比较适合 你自己的腿形 让你更加的优雅 更加的专业化 更加的有职场气息 马上就是你的时尚亮相了 也希望你能够拿出 自己最好的状态 好不好 好 来 一起期待一下 谢谢 谢谢各位的热情 一定要把这份热情 给我们的选手 他们太需要你的鼓励了 大照片 来看看选手之前的样子 马上要上场的这位选手 叫安燕燕 安燕燕 平时着装比较幼稚 在大三的时候 曾经去过一家 培训公司面试 其实她客奖的不错 但是因为着装的问题 就会出现让同学 认为是同学的 这样的情况 所以她觉得自己 不能够这样了 这次来到构实上 她希望自己能够找到 属于自己的 职业特点的风格 她目前的职业目标 是成为一个心理咨询师 但是她的困惑就是 如果我穿得太过正式 会不会让人有距离感 穿得太幼稚 会不会让人觉得 没有幸福感 那么这次在构实上 她找到属于自己的 着装风格了吗 接下来让我们 倒数五个数 请她上场 好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咯咯 今天请 花朵一般 好吧 我是什么样的 就是要的 最高境界是 如果一会儿你照进入的时候 能够发现自己 跟轻音身上 有一些共同点 那就好了 因为轻音在她的心中 是女神一样的人物 对 小轻音 你看她能不能 找到这样的感觉 来 镜子请 来 这边请 准备好了吗 嗯 好了 三 二 好烦 好像变高了 对 而且也穿上高跟鞋了 真的是好多花朵呀 喜欢自己这身装扮吗 很喜欢 我突然想到了一句古诗 改编一下 就是 最是那一低头的 时尚与别雅 下面的T台秀 我们希望能够看到优雅的一面 想着心中的女神 完成你的T台秀 掌声给她鼓励一下 每一个女孩能都有一个 即时尚与别雅 又典雅的梦 而这次来到斗石上呢 我实现了自己的这个梦 嗯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 很庆幸能够参加这次节目 通过这次经历呢 不仅让我 明白了 穿什么样的衣服 穿什么样的装 是适合自己的 同时呢 更重要的是 让我明白了 我自己身上了一个职业的心理咨询师 所欠缺的特质 我希望这次改变呢 不仅是一个外在的改变 同时呢 更重要是我走向成熟与成长的新的一步 希望在未来的我的职业中 我能够以今天为新的起点 做更好的自己 做更加自信的自己 最后呢 感谢给予我帮助的所有的老师 以及所有的工作人员 谢谢你们 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 而是运动的号角 每天迫使我出门的不是上课的铃声 而是运动的冲动 可以弄给我就 撑一盘 宽 akkab 是否没有受到刚才小宝的影响 现在 烫不烫就完美了 你别从天红红我火了 你也会附属鞋穿成这样 有损失要起不跳 请你一张飞鞋帮你眼赶紧去 倒一下 风筒环节 我们这次就位的是黄婉玲 黄婉玲你好 先介绍一下今天来到的这二位 这位女生是我的小学兼初中的同学 也好朋友 这位男生是我今次在研究生的同学 欢迎 欢迎二位参与我们的节目 我们看看盒子里装的是什么 鞋 一双布鞋 谁来表述一下 为什么是一双布鞋 因为黄婉环迪呢从小就一直是走那种中性运动风的 然后基本上鞋也都是帆布鞋和板鞋之类的 所以这钢鞋对他来说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件东西 在什么想当中他只穿帆布鞋跟板鞋 对 我小学毕业就这个身高 然后这个体重 你看看 是很恒定的一个人 小学毕业就没骗过 但是那会儿跟现在最大的不同 那会儿好像头部还挺长 对 那会儿是长头发差不多快到腰上 而且性格也好像很舒逆一样 那会儿就说话会温温柔柔的 有时候还特别害羞 不敢跟男生说话 像高老师这样的男生 不敢直对着眼看 不敢 我就羞涩到那个长 对 上大学的时候生命回病 大家时尚扫描 我们来看看黄婉迪的扫描结果 黄婉迪这个身材比的关系 虽然正常女孩发育得很正常 很健康 就是脸部结构 可能有一些 就是不是那么的理想 就是下巴这个位置 嘴和牙齿 生活当中你发型 耳头这个位置 稍微给它收掉一点 我觉得就足以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发型的一些建议 四个不同的风格 你喜欢哪个 这边第一个吧 第一个 为什么呢 觉得就是有一些刘海 然后下面有一点 卷卷的感觉挺 一个好看的 我是希望稍微饱满一点 稍微一点 因为你这一肩 就会显得你下额不太好看 就会显得你这个嘴过于突出 所以在头顶 我们一定要饱满一点 是一个糊形 我希望明天呢 也给你把形状 修得更完善一些 眉毛稍微整个浓一点 比如说深灰色 深灰色加一点黑 深灰色加一点黑 眼影也是 上下眼影全部都涂 稍微暗一点的眼影 涂一个橘色的口红 我觉得这是增加 去职场工作 自信最好的发宝 好 谢谢老黑老师 那接下来 史燕老师在服装方面 有什么样的意见给出呢 马上请说 马上就要进入职场了 对于觉得自己有点胖的 婉迪来说 你应该怎么穿呢 我推荐给你两个单品 第一个推荐给你的衬衫 跟你正在穿的衬衫 完全不是一码事 最干净最简单的白衬衫 它可以是中身的 但在搭配的时候 有一个关键点 搭配下装的时候 你必须要去选择的是 非常非常包身的果身裙 第二个我推荐给你的呢 是有质感的 一件式的连衣裙 你一定要去穿的是 非常非常有形的 裁剪完全按照你的身体 出现来的这种 属于果身式的连衣裙 而这种连衣裙呢 可以让你得到的是什么 同样来自服装上面的力量 所以呢 如果说你穿这样的一件衣服 去办类似像你 执行任务当中的这个活动的时候 你说话都会有武器 从衣服上面得到力量 更加强大起来 好吗 好的 那马上呢 就是你的时尚亮相了 希望你自己拿出最好的状态 好不好 一起来期待一下 欢迎各位前来捧场 那更多的掌声 一定要给我们即将登场的选手 他的变化非常大 通过照片你就知道了 马上要上场的这位选手呢 叫黄婉迪 今年25岁 黄婉迪呢 性格有一些男孩子 我觉得她是一个挺可爱的姑娘 但是呢 因为她这种幼稚的着装风格呢 可能会让她未来的职场道路 不太顺利 所以来到构式上 那么今天她会以一个 什么样的形象 出现在大家面前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到15个树 请她上场 5 4 3 2 1 1 2 1 2 2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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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7 7 7 8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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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一下性子中的自己吧 我觉得从之前那个看起来比较幼稚的自己 现在成为一个很成熟的女性的样子 觉得很顿时就值得让自己有自信了很多 一个是我不太喜欢用别人 因为别人之后总觉得骗别人什么 或者说就是不如自己来放心 我要让他做一件事 我要告诉他你做什么 他不如自己去干 对我自己去干 我自己放心 我告诉他之后 我还要验收他的成果 我自己干就不用验收自己的成果 首先我肯定 我黄安迪同学 也就是我们的书记 我们的主席 他的本性 他的个性是非常善良的 而且他是一个非常体贴的一个人 但是领导他是要把握大局的 他只能运用自己的领导能力 去调动手底下人最大限度的能力 去发挥集体的力量 对发挥集体的力量 去干净这件事 实际上我们是实打实的 就是我老板给你钱 你要去做这份事 老板给你钱 我也可以不做这件事 我偷牙上 所以说领导能力 他一定是要展现出来的 从他的气势上要展现出来 对于男生来讲 因为我曾经也做过学生干部 看得出来 对 就是我就可以装狠了 我可以装凶 首先人家害怕了 那是方式方法 对对对 但是女生他就不会这么做 那女生应该怎么做呢 我觉得就应该从着装上入手 人靠衣装马靠安 是吧 他就用衣装来轰托他的气质 和他的这个领导能力 重啃之言 谢谢 谢谢 我们刚才聊了你的故事 聊了你的性格 聊了你的头发 聊了你的平底鞋 这些我们今天作证的心理专家 轻音都听到了 轻音 听你的 可能今天对于你来讲 这些建议其实是比较现实的 但是我不太知道 你是不是能接受 我在想 假如你能接受的话 就意味着 你能够快一点好起来 第一个建议就是 要给自己写一封信 这封信呢 只写给自己 告诉自己 那次手术 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它给你带来了一些什么 只有这样 你才能重新修复 对生命美好的追求 否则的话 就变成了一味的放任下去了 不可以这样 第二呢 就是一定要学会 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啊 就是把 伴美自己当成新的功课 新的必修课一样 强迫自己 每个月上一次课 然后自己去 学一些时尚的最基本的常识 这些常识 都是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 去学习 去习得的 那么最后一点建议呢 就是一定要在生活当中 找到那个让你信任的人 那个可以依赖的人 要跟他去学会分享 你要一定要相信 也可能在手术的那个时刻你曾经经历过非常无助和惊恐过 但是在今后的成长岁月当中 一定会有人是可以让你去依赖的 他是给你足够安全感的 他是不会走的 在你需要他的时候 他一定在 加油 谢谢新一 来吧 我们事先重回要飞走的东西 就是这一双帆布鞋 要不要飞走 决定全在你 想一想 我是一个挺练旧的一个人 这双帆布鞋应该是从大学二年级到现在 也有五六年六七年的时间了 所以呢我想说 他是跟着我一个成长的见证 我当时羞涩的时候 长头发的时候 他陪着我 我当时头发短的时候 他陪着我 现在呢他还陪着我 所以他是跟着我经历的这段时间 可能我现在可以保证以后再不适合他的场合 不穿他 就比如说 那个郑重我就不会再配他 但是我想就是让他留在我身边 给我做 一起做一个纪念吧 我们完全尊重 但是还是希望呢 你以这种特殊的形式 也做一次特殊的表达 哪些东西本应随风而去 那些随风而去的 首先是我的 之前说了 我的穿衣打扮的一些风格吧 我觉得我应该稍微改一下 那刚才清姨老师也说了 说我应该每个月 至少有一次 在穿衣打扮上的一些学习 我就要把这个习惯留下来 之前的一些不好的习惯 一些随意的性格 把它随风来吹走 好的 你刚才说的那些东西 咱就给它放在这儿 抽一抽 三 二 一 好的 时尚任务 接下来要有请我们的专家 给黄婉迪发布时尚任务了 哪位来呢 我来 婉迪你好 你的任务我来发布 就是做一个统筹和管理者 组织同学们做一次义脉的活动 我想想这个任务对你来讲并不难 因为你本来就是学生干部 但是跟一群人在一起做义脉 看一看细节上 你是不是能够更加的注意 能够跟同学们有一个良好的互动 加油 好的 怎么样 婉迪你觉得这个任务难吗 我觉得之前因为做过一些学生工作 也组织过一些活动 对于我来说有一定的经验可循 我还是相信自己能完成的 看来自信满满 那就祝你好运 好不好 好的 加油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接到任务的黄婉迪 一回到学校就开始行动了 过两天我们要办一个活动 这个活动呢 我大家给大致地给大家讲解一下 就是这么一个活动 我们是会去帮助希望小学的小朋友们 请他们募集一些资金来帮助他们学习 然后呢 我想一个主意就是说 咱们搞一个简直的意脉 会议过后 有人去交警室 有人联系场地 有人设计展板 大家都忙得不亦乐乎 而对于明天的意脉 黄婉迪成竹在胸 我们这个学生组织里边 我交代课的任务 它能基本完成就OK 我觉得你看 我们这个好鼓励化 是不缺点什么东西啊 就当然我觉得个人就挺多 就怕当时找横幅来不下什么 但是实际你看这个 应该是爱上我们的 这个就是叫激烈活动 对吧 因为你这样的话 这个活动是可以办的 所以体验不出来 横幅上漏掉了最重要的研究生三个字 而作为组织者的黄婉迪 竟然浑然不知 直到老师提出来之后 他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没有电池我想起来了 我前天晚上想好 要安排一个同学 放电池进去 但是就是有点脑子浑了之后 就今天忘了跟同学说 要弄一个电池了 他刚刚你去看看 那个咱们的音响的问题 你们三个女生 就拿着简直作品 可以清缠一下 然后爱玉的这边就是 把这个桌子在这看着 然后把这个作品 看大家过来挑选着 看一下 你在这看着这些东西 不要丢掉 然后你们俩在这看着 你看这箱子 就简直看啊 好的 然后我们要不要 你们两个女生 然后一人拿几张 然后走到路口 让大家进行过来看一下 对吧 你们谁手里有什么笔吗 有黑笔吗 我觉得拿 所以你到底拿一下吧 由于没有明确的人员分工表 黄满迪也不知道 每个人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活动现场 他往往是看着谁有时间 就给谁安排工作 甚至有时候 他会亲力亲为 好吧 你只能放人家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其实就把这笔子都念上了 从黄满迪接过话筒的那一刻开始 他的脚步就再也没有停下来过 推销剪纸 做宣传 完善展板 整个活动现场 哪里有问题 哪里就有他的身影 差不多吧 大家是不是都撤了 没人啊 要不咱 差不多 从这次任务中 我觉得学校最多的就是 合理地分配每个人的工作 我把任务跟他说完之后 问他明白没有 他明白了 这样我应该让他把任务 再给我复述一遍 复述过程中 我可以听一下 他理解不到位的地方 这样就可以好一些 看得出来 你在完成任务过程当中 非常的辛苦 一切都是亲力亲为 可是你知道吗 这样的人 其实是出力不讨好的 为什么 一个不寻求别人支持的领导者 等于不信任别人 一个好的管理者 一定是让所有的人 都发光发热的人 这才是称职的 之后啊 我觉得你可以在 所有的管理的事件当中 去不断地去尝试 用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激起别人的热情 这个热情 应该比你的热情更高 学校是学校 在职场上 它就是很残酷的 就跟考试是一样 你一直在解释 你所有的解释 都是在掩饰自己的不够自信 所以说我送你一句话 就是 就不要在 不要为了失败找理 一定要为成功掌方法 那接下来呢 我们的各位专家呢 将会给我们的选手 在着装方面一些建议 一起进入时尚扫描 来时尚扫描 我们来看看 黄婉迪的扫描结果 黄婉迪这个身材比的关系 虽然正常女孩呢 发育得很正常 很健康 就是脸部结构 可能有一些 就是不是那么的理想 就是下巴这个位置 嘴和牙齿 生活当中 你发型 耳头这个位置呢 稍微给它收掉一点 我觉得就足以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发型的一些建议 四个不同的风格 你喜欢哪个 这边第一个吧 那第一个 为什么呢 觉得就是有一些刘海 然后下面有一点 卷卷的感觉挺 绿的好看的 我是希望稍微饱满一点 稍微一点 因为你这一尖吧 就会显得你下额不太好看 就会显得你这个嘴 过于突出 所以在头顶 一定要饱满一点 是一个糊型 我希望明天呢 也可以你把行照 修得更完善一些 眉毛稍微就会浓一点 比如说 那个深灰色 深灰色加一点黑 深灰色加一点黑 眼影也是 上下眼影全部都涂 稍微暗一点的眼影 涂一个橘色的口红 我觉得这是增加 去职场工作 自信最好的发宝 好 谢谢老黑老师 那接下来 史燕老师在服装方面 有什么样的意见给出呢 马上请说 马上就要进入职场了 对于觉得自己有点胖的 婉迪来说 你应该怎么穿呢 我推荐给你两个单品 第一个推荐给你的衬衫 跟你正在穿的衬衫 完全不是一码事 最干净最简单的白衬衫 它可以是松身的 但在搭配的时候 有一个关键点 搭配下装的时候 你必须要去选择的是 非常非常包身的果身裙 第二个我推荐给你的呢 是有质感的 一件式的连衣裙 你一定要去穿的是 非常非常有形的 裁剪完全按照你的身体 曲线来的这种 属于果身式的连衣裙 而这种连衣裙呢 可以让你得到的是什么 同样来自服装上面的力量 所以呢 如果说你穿这样的一件衣服 去办类似像你 执行任务当中的 这个活动的时候 你说话都会有底气 从衣服上面得到力量 更加强大起来 好吗 好的 那马上呢 就是你的时尚亮相了 希望你自己拿出 最好的状态 好不好 一起来期待一下 欢迎各位前来捧场 那更多的掌声 一定要给我们 即将登场的选手 他的变化非常大 通过照片 你就知道了 马上要上场的 这位选手呢 叫黄婉迪 今年25岁 黄婉迪呢 性格有一些男孩子 我觉得她是一个 挺可爱的姑娘 但是呢 因为她这种 幼稚的着装风格呢 可能会让她 未来的职场道路 不太顺利 所以来到构式上 那么今天 她会以一个 什么样的形象 出现在大家面前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 倒数五个数 请她上场 5 4 3 2 1 好漂亮 文毕 谢谢 你真的之前太埋没自己了 你下来那一刻 我才知道 原来你是如此的漂亮 如此的有气质 我这是真心话 跟我第一次见你 我第一次见她 我甚至都觉得 有一点不修蝙蝠的感觉 拜托 她也是学校的门面 怎么讲呢 她是学生会大领导 你想想你学生会的职务 是研究生会的副主席 但所有的其他研究都看不惯了 代表学校去哪 她都啪啪就去了 这哪能受得了的 所以来到了故事上 我们希望这样的变化 是她 以及她周遭的同学 希望看到的 做她的功课的时候 看到她的一个理想 希望自己是IT从业人员当中 那某非常亮丽的颜色 我们也希望看到 能够有这样的变化 来 照镜子 这边 来 这边请 准备好了吗 主席 准备好了 3 2 请架下镜子中的自己吧 我觉得从之前那个 看起来比较幼稚的自己 变成了一个很成熟的 女性的样子 觉得很顿时就值得 让自己有自信了很多 走梯台的看多了 走猫步的看多了 你们看过学生会付出洗走题台 所以掌声给他热烈一点 感谢咱们参加 让人们一个带来 好 但是我给她这边 我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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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准备了 我给你 我给你 青春在我们身边洋溢 我也要在自己的青春开始绽放 我虽然一直想这么做 但是不知道如何迈出这一步 通过参加这个节目 以及自己组织活动 和几位老师的指导 使我认清了现在的自己 知道了该努力的方向 前面的路还有很长 现在我只是迈出了第一步而已 我希望能够整理好私事 朝着那个自己 永远坚定不变的目标 奔跑 最后呢我想给 会在电视之前的爸爸妈妈 还有姥姥姥爷说 你们都要好好的 你们好好的 才是我奔跑下去的动力 谢谢 我们又到了其中人上的时候啊 之前我们的专家说 今天的两位选手呢 他们都是有一些幼稚 而且希望幼稚不要成为他们的一种气质 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两位选手 也希望他们合上书本 走出校园之后 在未来的职场道路上能够勇往直前 好嘞 最后呢要说的还是感谢 感谢我们专家团 每一位成员的辛苦付出 感谢现场观众 你们热情的支持 更要感谢电视机前 您的陪伴 保持好心情 下周五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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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